天崇八年1634年7月 清军再次入塞 兵分四路向明朝腹地进攻 以山西、宣府、大同为主要攻击目标 这次入塞给明朝造成了一个严重恶果 为明朝的灭亡打下了伏笔 那么这个恶果是什么呢 大陵和围城战役结束后 黄太极把注意力转向蒙古的查哈尔 率军亲征 暂时放松了对明朝的大规模征伐 两年后 到了天崇八年 黄太极开始发动远袭明朝宣府大同的战役 宣府在河北张家口 因为这次战役主要是在沿长城内侧一带进行的 所以称为入口之战 历史上也称为清军第二次入塞 这次入塞 黄太极不走山海关的原因 除了要在中途收拢不久以前被打败的查哈尔鱼部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山海关明军防守严密 不易通过 相比之下 宣府大同一带的关口就成了薄弱环节 宣府大同都是以防御和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设立的军事重阵 为历代兵家所重视 明朝为阻止蒙古南下 铸城堡 派重兵驻守 但到了明末 这一地区守备变得很差 主要言语是 一方面是由于蒙古的不断侵袭破坏 另一方面 为了对付后军新的威胁 明朝被迫抽调宣府大同兵力 去经营山海关一线的防务 致使宣府大同一带守备空虚 黄太极选择宣化大同作为突破口 从战略上说 就是避时积虚 攻其不备 大同离京师稍远 宣府与京师仅有三百余里 黄太极突袭这两个重阵 不仅给京师造成直接军事威胁 而且足以产生动摇明朝统治的政治影响 5月22日 黄太极率大军离沈阳西行 渡辽河进入内蒙 果然如黄太极所料 行军途中 查哈尔渔部纷纷归赴 7月 黄太极分四路 分别从长城 独石口 德圣部 龙门口 圣黄补物口 黄太极这次用兵 不在于得城池 土地 主要目的是 决裂财富 消耗明朝经济 与军事实力 对于城镇 能攻取 则攻取 一时攻取不下 就放弃 转攻别处 后勤兵一看到 城间立炮 就远远走开 躲到大炮射程之外 六月上旬 当后勤军 抵达内蒙古时 明朝就已得到情报 明廷先后下发 十一次鱼尺 要求当地 加强战备 防止北路南侵 如果丢掉城池 以死罪论处 但是地方守官 却拿朝廷的鱼尺 当成耳旁风 事后 明朝兵部尚书 张宏义 在给崇祯皇帝的 奏书中 发出了一连串的问责 为什么敌人到边墙 才发觉 侦探 干什么去了 守土的地方官 和带兵的将官 不敢出战 要么弃城逃跑 要么紧闭城门 看到后勤兵来了 只发射大炮而已 崇祯皇帝和他的大臣的一次谈话 提供了真实的情况 隔城 王英雄说 八月初 后勤 二十来个骑兵 在山西郭县 掠获妇女小孩千余人 经过戴州城下 望见城上 自己的亲人 大声呼喊 但城上守军 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任凭后勤兵 从容而去 崇祯皇帝听到这里 气得直坐脚 后勤兵如入无人之境 在明朝的州府台湖之间 往来穿梭 崇祯皇帝一看 宣大之兵不能用 即令在河南围剿 农民军的总兵曹文照 和宁元总兵吴湘 山海关总兵游氏威 率军分道持援大同 同时宣布京师戒严 可见 皇太极的这次入赛 又给明朝造成了非常危险的形势 曹文照的调离 致使被包围的农民军领袖 高英祥 李自成 张献忠 趁机突围 得以喘息 死灰复燃 为明朝的最后灭亡 打下了伏笔 这是后军第二次入赛 带给明朝的一个最大恶务 8月13日 黄太极率大军攻打大统 攻城五天 卢湘兵败 尤氏威率军大战北门 勉强获胜 9月7日 黄太极率大军班师 从上方埔出赛 因为接收和处理查哈尔余众归附 耽误了不少时间 直到9月19日 黄太极才回到沈阳 黄太极第二次入赛 其活动范围 以宣服大同为中心 攻为了大小城台部 五十多个 在保掠之后 安然出口东去 黄太极远行千里 再次自由入赛 向明朝显示了 他的八级将士 能争贯战的威力 同时也暴露了 明朝在其北方 再也没有一条 可释防的巩固防线了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 黄太极又发动了 两次大规模入赛截律 这就是史上第三次 第四次清兵入赛 第三次是豪格率军 进犯蒙古林丹寒的 核桃地区时 顺便搂草打兔子 闯入太原府所属的 新州五台等地 大肆截掠 第四次是黄太极率军 突入长城独尸口 打遍京畿四周 历时四个多月 不仅抢领了大量人口财物 回兵时 还对明军做了一番羞辱 那么 黄太极是怎样羞辱明军的呢 我们下次再说 本期训词 本期训词 最方SA 可